世界目前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许多国家的紧张局势加剧,再加上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 那么,11月的星象能量对这些国家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处于重大变化的边缘? 在今天的11月星象更新中了解更多内容,在我们深入讨论11月的能量之前,先快速回顾一下我对10月的一些预测。 这些预测与一些重大的全球事件相符,包括台海和以色列周围紧张局势的升级,以及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变化。 这些问题在11月可能会继续活跃,继续塑造全球动态。 对于美国,我分析了2024年11月5日中午在华盛顿特区的选举日星象图。 当天月亮位于射手座,处于美国星盘的第一宫,这非常重要,因为第一宫代表身份和国家本身。 月亮位于拉玛庄,与根源和破坏与重生的女神KH有着深厚的联系。 这暗示着基础性的变革可能会给美国带来挑战和核心方面的重构。 在美国出生星盘中,金星和木星位于双子座,与太阳和火星同处于阿拉这个月亮宫,这表明选举日将面临强烈的变革能量。 这些行星与太阳和火星共同作用,形成强大的变革能量,可能影响国际经济关系和金融系统的主导地位,甚至可能影响美元的地位。 金砖国家日益增长的力量可能会给美国带来挑战, 表明与选举及未来总统相关的动荡时期。 然而,就像暴风雨后的光明一样,普纳瓦苏的太阳暗示着更新的机会和希望的前景,前提是明智的领导力能够占据主导地位。 接下来,我们将在天秤座迎来新月位于拉玛庄之下,并在木星的直接影响下,这提高了欺骗的可能性。 选举期间或之前对公众作出的承诺在计票后可能难以兑现,而我们知道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鉴于这些能量,我认为这将是美国一个重大话题,极具变革性和令人兴奋的时刻即将到来。 现在让我们快速查看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星盘极其能量影响。 对于唐纳德、特朗普来说,他的年度星盘中,位于第十宫的太阳强烈激活,增强了他的领导地位。 太阳是代表他灵魂和生命目标的最高度行星,这一显著的位置表明他在职业领域的强大影响力和存在感。 然而,在第十二宫中也有有趣的记,像目前火星正处于此位置。 第十二宫通常代表结束、退隐或隐藏的挑战,因此火星在此可能会给唐纳德、特朗普带来惊喜或意外的转折,预示着他位置的变化或能量的减弱。 第十二宫也与监狱的话题有关。 在选举日当天,金星与月亮之间存在联系,这是一个强烈的迹象,因为金星是他的第十宫的主宰星,并几乎与太阳和水星形成直接相合,这增加了他的魅力和支持,增强了他在聚光灯下的机会。 对于卡玛拉、哈里斯来说,在他的粘度星盘中,水星作为他第一宫的主宰星扮演着重要角色,且与太阳同在第二宫。 然而,天秤座的太阳被削弱,这可能表明在选举日自我主张方面可能面临挑战。 月亮将与他位于射手座的第七宫对齐,而他的凯图位于此。 第七宫代表对手,这一配置表明对手可能被削弱或拥有转变的近乎破坏性的能量。 对他来说,这次选举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与拉狐、凯图轴有关,只是着因果考验和深刻的经历。 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他的年度和本命星盘中都处于拉狐周期中,而拉狐主宰着他的第一宫或出现在他的第一宫,这可能帮助他在年度星盘中实现意外的胜利。 在年度星盘中,拉狐位于第十宫,提供了雄心壮志和强烈的自我主张的驱动力。 现在,让我们快速查看其他国家,伊朗、台湾、以色列、黎巴嫩和乌克兰。 上周六,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目前海王星正直接影响着伊朗的逆行水星位于双鱼座的第九宫。 这一配置影响着宗教信仰体系,可能导致外交政策上的幻觉或误解。 即将到来的新月将在伊朗的第四宫发生,位于天秤座,代表着国家极其人民。 天王星位于此,带来意想不到的变化和突发的转变,暗示着该国可能出现惊人的发展。 此外,库位于伊朗的第八宫,代表英国主题和转变。 平治的土星在这个领域增强了库的能量,强调与深层集体英国相关的主题可能与以色列有关,而英国的主宰是土星,可能要求纠正过去的决策。 凯图指向超越这一生的联系,增强了这一特殊时刻对伊朗的意义。 这些占星更新旨在解读能量,而非做出判断。 我想强调的是,在我看来,没有所谓的公平战争。 每一场战争行为都带来不必要的痛苦,报复行为只会造成更多伤害。 现在,让我们看看台湾。 即将到来的满月将在11月15日发生,位于白羊座的29度,这标志着一个关键时刻,因为它靠近台湾自身的月亮和土星并激活这些位置。 这个满月落在台湾的第八宫,代表着剧烈的变化和深刻的动荡,这种能量因中国持续的威胁而加剧。 此外,水星在巨蟹座的逆行也激活了台湾敏感的月亮,象征着人民。 火星和月亮相互占据对方的公位,交换能量,这意味着火星将其激进,常常不可预测的能量带入第八宫,白羊座象征着潜在的冲突和武器。 尽管这一配置不一定意味着武装冲突,但第八宫通常标志着突发的意外事件和可能的冲突,台湾应对此保持警惕。 对于黎巴嫩,新月发生在黎巴嫩的第三宫,象征着沟通和相互对话的努力。 这一过程面临挑战,因为某些政治派别可能由于太阳阴影面的冲动和强烈能量而抵制对话,而这一阴影面被称为FTI,FTI位于与之相对的白羊座, 而白羊座的倾向是快速且有失激烈的反应,这使得找到解决方案变得不易。 然而,有一件好事,土星将在第七宫顺行,这可能有助于稳定围绕疑似真主党地点的轰炸情况,并促进长期战略联盟。 逆行的火星在第十二宫象征着隐藏的冲突和不可预见的攻击,这些攻击最终可能是由秘密行动或恐怖袭击引发的,进一步加剧了黎巴嫩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对于以色列,十二月在真星学上将对以色列具有重要意义,当火星在巨蟹座的十一度逆行时,将激活以色列本命盘中同样位于巨蟹座的十一度的月亮。 现在是十一月,但我也能看到这很重要,因为月亮代表人民。 这一配置可能表明在大型集会期间需要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以准备应对可能的攻击。 土星将在这一时期转为顺行,将激活第十二宫的火星,也暗示着针对国家或其领导层的秘密行动和潜在武器使用,因为在以色列的本命盘中,火星位于五度的马加,而马加与领导力和权力结构相关,这可能会加剧政府内部的紧张局势。 此外,逆行的天王星正直接位于以色列的太阳上,表明不可预见的事件或对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潜在威胁。 最后看一下乌克兰,即将到来的新月将在乌克兰的第十宫发生,冥王星也位于此,象征着对政府和国家领导层的转变和深刻影响。 这一配置标志着动荡时期,可能伴随着国家身。 分的转变 第七宫的火星代表对手,增强了强大对手的能量,并激活低宫,代表国家的身份和人民的集体意志。 月亮在那里象征着人民,这悲惨的表明进一步失去生命的潜力。 11月15日的满月,同样暗示着强烈的能量,可能会进一步给乌克兰施加压力。 对于总统泽林斯基,情况仍然非常关键,特别是关于他的领导角色。 停滞的土星与第八宫相对,太阳位于此,太阳象征着领导力,继续表明他的位置面临挑战和不稳定。 我已经谈论了几个月这一点,但这真的很重要,也许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关键的紧张局势持续存在,这可能对他长期的领导角色产生怀疑。 因此,总结一下,一个特别重要的全球因素是即将于11月5日举行的美国选举。 选举结果不仅可能极大的影响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方向,还可能影响国际关系和联盟。 占星学的影响指出,这次选举将充满危机和深刻的变革,这可能会影响全球的联盟和经济动态。 11月的占星配置表明,这些主题可能会在深层次上推动变化并考验现有的界限。 安全与变化,控制与放手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些国家和全球都将表现得相当明显。 我们将拭目以待,这些能量在接下来的几周中如何展开,以及它们最终带来什么持久的变化。 尽管11月的能量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强烈的变化,但它们是自然周期的一部分,关闭所有章节以为新的事物腾出空间。 变化常常是深层次成长和发展的标志,尽管这一过程可能会动荡不安,但最终会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更加清晰和成熟的阶段。 让我们记住,生活是循环的,每个强烈的阶段之后都会迎来平静与平衡的时刻。 星星不仅揭示了挑战,也为我们的人生提供了机会,让我们在这些时刻中变得更强大,更加觉醒。 通过找到对这种能量流动的信任,我们可以将11月的影响视为获得更多清晰感和内心平静的机会。 请与志同道合的人分享这个视频,别忘了我爱你。 总结,全球挑战与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当前事件面临紧张局势,尤其是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将对国际关系和国家内部产生重大影响。 10月预测与国际事件对比,10月的一些预测与全球重大事件相符,包括台海局势和以色列的地缘政治变化,这些问题将在11月继续影响全球动态。 2024年11月5日的美国选与国家核心方面的结构性变革,并影响美元及国际经济地位。 各国的特殊天象影响,伊朗、台湾、以色列和乌克兰等国的天象配置暗示了潜在的动荡与挑战,特别是台湾和以色列可能面临的急剧变化和对抗。 转变与成长的机会,虽然11月的能量带来了全球性的紧张与变革,但这也是一个自然循环的一部分标志着成长和发展的机会,最终将带来更清晰的未来。